今天會有四大檔的展覽,今天是第一檔,好不容易邀請了六位插畫家來 那我們最主要是,因為我們這旁邊,文化集結所旁邊將要蓋文創延期,這個已經在醜化中 所以我們也把一些年輕的,台北一些年輕的邀請他們回來,因為未來的文創其實跟插畫這個是有相關的 那二方面,這次我們李柏毅他也把插畫發展成AR的一個互動,他非常優秀 已經下個月就會到俄羅斯去展,然後他也接受教宗的親自借鑒 所以我們能夠邀請這麼優秀的年輕人來,而且他的AR擴充實境 可以,就像我們明年的2018年,這個台灣燈會要用的,這個可以互動的 在我們4月9號下午2點到4點,我們有請這些插畫家來分享 那4月30號呢,我們有一個DIY,然後到時候歡迎大家來一起參與 文創就結婚說,這次的插畫家對現在開始到5月7號,總共有一個半月的時間 期間還有4月9號會補2點到4點的,也就是創作混用的工作 讓大家都能夠透過實際來參與,對創作有更新的食材和興趣 台湘新聞,黃培怡,蔡宏報道